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给大家发的视频时间有点晚 这个阿森纳对布莱顿呢 呃 一个多小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就 呃 看 就是有一些有缘的朋友看到我们的分析了 好不好 那么这一场呢 阿森纳对布莱顿是有一个说法的 就是 呃 目前 曼城阿森纳布莱顿还有 利物浦四支球队呢都积6分 就是呃 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都取胜 所以并列第一名啊 排名在第一的是曼城啊 接下来就是布莱顿 那么阿森纳呢 他是在过去对布莱顿的呃 这个对对抗当中呢 都是呃 比较有优势 再加上从整体实力来说 呃 阿森纳呢会更加受到青睐 而今天呃 市场方给出的态度呢是 呃 呃 能够减1-1.5啊 就是让 让1.25球啊 就是这个 呃 如果是台湾运彩的朋友呢 应该是 呃 让一个球 啊 让一个球 让一个球的话 呃 他有让肾脏负跟让平三个方向 所以 呃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怎么样的走向 那布莱顿呢 他不是渔男来的啊 布莱顿绝对不是渔男 今年的布莱顿整倍之后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呃 组织能力 然后也有一定的对抗性 包括对呃第一场的 爱福顿的时候是3比0 在客场3比0 第二场 对于曼莲的时候呢是呃 2比1就是险胜吧 有点运气啊 因为毕竟 其实呃 最后一个球是在 补石的阶段的进球的 好像是第94分钟进了球 在进球的之前呢 呃 拉斯福德 还有加纳乔的两个进球都被吹越位啊 实际上 大家也不要小看曼莲的这个实力 那么回归到布莱顿啊 布莱顿既然能够赢曼莲呢 那说明他有一定的实力 以及呃 有足够的对抗性 跟呃 球队的呃 控球权的掌握 还是有一定的呃 冲击力的 所以今天客场去对战阿森纳 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呃 阿森纳在主场居高零下的情况下 首先给阿森纳的呃 一个肯定的位置就是 你能够很期待阿森纳能够赢球啊 因为毕竟阿森纳的在过去的比赛 比赛当中最近的比赛啊 呃 都是2比0取胜 所以呃 今天大家都会很看高阿森纳 而实际上呃 具体的情况呢 我认为很有可能这一场 是一个呃 非常勉强的一个比赛 就是说非常呃 焦灼的啊 阿森纳如果赢的话 可能赢一个球那样子 我是这样看 甚至有平局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呃 给到的比分的预测呢 是1比0 1比1跟2比1 好 呃